Naleo 兩世紀天梯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Naleo 今天來看不列典人對上薩拉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我們終於回到一般的天梯比賽裡了 先來看一下藍方文明是班斯選擇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特色是擁有弓兵射程最遠的特性 但是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在對射的時候要小心會有攻速上的落後問題 那不列典人他比較適合打工兵配上槍兵的路線 騎兵路線稍微有點弱沒有品種 但是至少三級馬海 只要出輕騎兵或是騎士 還是很好可以反擊對方的戰毛兵 反擊自己的攻擊工兵單位 所以不列典人後期槍兵轉完之後 可以趕快再轉這個輕騎兵 三攻三防去打對方村民騷擾也是很好用的 還有解對方的鐘頭或是火炮之類的都是ok的 那不列典人需要注意的事情 他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所以要防守對方的投石車戰術時會比較吃力一點 前期很容易攻兵開局 就意味著沒有騎兵卻去解投石車 只能用投車護頭情況下 或者是使用攻兵的射程優勢 去優換對方投石車才行 那不列典人經濟呢 他擁有這個吃羊速度很快的關係 所以其實前期很適合打這個棒棒開局 或是裝甲開 或是打這個弱馬開 那到了城堡時代在轉攻兵 也是有這類的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的文明 MBL選擇的是殺生人 殺生人的特性呢 是他的文明喔 是刺激很便宜 而且手續費非常的省 特性呢 是生女、弱馬、騎兵 什麼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不能升級騎士 跟沒有大槍兵而已 其他科技該有的應有都有 那他的唯一缺點呢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需要靠自己的軍事 去盡可能的打贏敵人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什麼發展 那現在 西帝國的META來說 已經相當固定了 不是肉馬開 就是這個工兵開 棒棒開的Gmail 真的是越來越少了 甚至連這個裝甲都很難升了 所以最近的會影片呢 可能會先出一個 二棒棒Solo 然後職程點這個寶兵的策略 那這個策略我也不是那麼推薦就是了 因為二棒棒Solo到職程 這個打法也算是有點過時的打法 那不管怎麼說 大家想學 我們就會影片還是會來教一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到現在MBL推了路 把這個路推得差不多了 已經推好了 好 OK 那現在路全部推好 MBL也點下了支部技術 那現在不列顛人 路也是 誒 是只插了一支沒推嗎 誒對 插了一支沒推 先出來偵查了 看一下MBL這邊是走什麼路線 雙髮不長 這邊打了一下 血量有點小虧 好 但MBL也沒有打算要李嘉玲那隻弱馬 趕快先去偵查對方的路行 誒結果 巴拉斯正斯走這個棒棒開局了 好 那不列顛其實很適合走這個棒棒 然後維持轉直層 插寶 轉長弓兵的路線 但是這個路線已經算是被破解了 就是就算你轉了長弓 你也沒辦法打出很好的優勢 對方只要轉個戰毛兵 打回去就好了 只能說這個打法 二棒棒轉直層 要打強力兵種比較好 例如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啊 或者是脫西馬戰車之類的單位 會更有優勢一點 所以現在這個棒棒轉直層 並不是這麼的有優勢了 而且對手也很聰明 都會知道要用 誒這個怎麼一戳 直接戳死了 誒他沒有拉走 好 而且這個棒棒沒有升裝甲的關係 說明只要微游起來 這個棒棒血量是掉的很快 所以前面的這個騷擾優勢 就會變得很沒有 好 那班牙斯這邊棒棒轉弓兵 但是MBL這邊是轉 保兵騷擾 反擊回去 那現在弓兵就有可能會受阻 那班牙斯這邊是一個小圍的流程 那左邊這裡沒有圍死 好 把自己家裡小圍起來 但是家裡有石頭嗎 沒有 所以也不能走長弓路線 哇 那這邊可能支撐上去 要先趕快過來開TC才行 把這個石頭給保護起來 那家裡的部分這裡可以考慮開個TC 把這個TC圍起來 記憶就會好一些 好 現在三隻貢兵重新出發了 MBL家裡狀況 是只有毛病 並沒有轉馬就 剛講完你就轉馬就了 那時候你不轉馬就 那就會有點被動 那你轉馬就 那就不會了 那如果轉馬就的話 也意味著城堡時代 會再上的更慢一些囉 好 按三隻肉麻 但是 這裡居然沒有為好嗎 誒 我以為這裡有一根卡在這 結果沒有 這是故意留一個洞給對手鑽的嗎 有沒有可能是 掉虎離三隻技 把你的虎掉在這裡 待會想要搞點事情 這個洞待會就讓你鑽 我的刺猴就從後面偷襲 看到我後面有毛病 防守著 我怕你鑽這個洞 好 MBL 這邊點一下了馬卡 待會就要來轉出更多的單位 那這邊再轉更多單位出來的話 要思考是 會不會落後於對手生成寶石帶時間 MBL 這邊如果真的落後的話 待會出來村民了 就要全部補黃金了 趕快補個四級 有了 然後趕快買賣上去囉 四級的單位出的有點多 太多了 好 MBL 這邊是時代落後 發展史 這邊已經升級到了 城寶石帶了 好 補了一個一級農田 待會一級挖金也要點一下 ok 一級挖金也點了 那現在這個META也比較常見 就是先點一級伐木 一級農的話 點到城寶石帶 之後再去補 好 一級挖金也是 ok 那現在MBL 夜池田要城寶石帶 時代大約慢了30秒 出了這麽多的肉碼 卻沒有辦法 做到任何的事情 當然史加尼是一個小微流程 所以並沒有辦法 很好地騷擾到對手 這裡要直接流進去囉 這裡不能 不敢進去 好 但是工兵雖然真的是有夠多 哇靠 十二隻的工兵 MBL的肉碼 結果是中了 釣虎離山之計嗎 好 應該是中了釣魚之樹 我就是要固定讓你進來的 這個左邊這裡有洞耶 好 但是有這個木槍為好 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了 不管了 這坨釣虎進去就沒有打算要出來 但是沒有抓到村民有點虧 工兵GG在後面 想要抓掉釣虎 釣虎又有機會往下走 我們再射一下 沒有射到 這兩隻肉碼怎麼卡在這裏 中了這個巡路BUG 好 射到城堡時代騎士出來 先解掉外面的戰毛兵 結果還是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後面這幾隻村民 直接拿全套反擊回去 肉碼又倒了一隻 MBL 城堡時代 還有十秒鐘 也點下了一擊挖進一擊農田 經濟也是越補越穩 好 看起來這三隻肉碼應該是沒了 好 那BALANCE這邊就可以趕快開TC了 那這裡剛好是有賣一百石頭的關係 現在開這個位置 好 二級色的奴兵都升級好 補了一個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那這個補著有點太家裡了吧 可是我後來就想要補這個位置 更高低一點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好 那目前MBL上去是先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轉出了戰毛兵 那這次對抗不列顛走正常的攻兵流程很常出現的 那不列顛也很簡單 只要轉出騎士就能搞定了 好 但是沙拉盛人也有駱駝喔 所以這邊就是要比控兵了 就跟封建時代一樣 毛兵配槍兵 那一般是攻兵配洛馬 那城鎮時代就是奴兵配騎士 對方防守方是駱駝配戰毛 好 那BALANCE這邊不列顛 其實他也可以趕快喔 去轉生女出來 在家裡防守去撿生物 因為不列顛這個流程呢 騎士血量通常會被poke的比較嚴重 有一些生女去補血喔 跟反之駱駝壓力會小很多 甚至轉投石車的路線也是可以喔 對 如果是轉了投石車的話 通常生女路線喔 不會那麼快轉出來 因為這個 木頭會有點少 OK 那現在BALANCE現在的狀況是 單TC 雙TC繼續濃 那TTC是蓋在這個位置 想要再補個城市中心 單TC濃起來 讓投石車 這裡有可能可以一換二喔 讓這個投石車直接上高地 沒有打算要領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有騎士喔 所以暫時沒有辦法 把投車放出來打 好 後面一個藍騎耶 三隻駱駝 看追四隻騎士 這手工兵直接走得進來 MBL加力很難受 但到水也補下了 怎麼辦怎麼辦 家裡沒一點防 工兵要拉回家嗎 三毛兵趕快拉回家防守 好 全部的騎士聚集在這個位置 我的軍力全部都在家 還是你要BD 你若駝來BD我家 好像也無痛不癢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投車打到了一發 MBL點下了彈道學 雷電這時候已經有彈道學的關係 壓制力非常強大 打了一發鎖掉 後面兩台投石車 大家要小心 對方投車是高地 有可能一發可以換兩台 也是有可能 打到了第一發 但是騎士從又被衝得出來 怎麼辦 兩台投車直接炸裂 MBL這裡尷尬了 但是殘血的投石車 使用戰毛兵直接反擊回去 骆驼想要來打投石車 結果直接進入到了 弓兵的射程範圍裡 這裡 骆驼可能會直接被收掉 哇 殘血走掉 但投石車最後還是解掉了 結果這一波投車 還是首度 TC並沒有被拆掉 但是現在只剩下戰毛兵了 這裡騎士直接可以回頭 反擊這些戰毛 但骆驼也要趕快補過來才行 哇 好忙好忙 這遊戲就是這麼的忙啊 好 這邊3TC進去補下經濟 現在不列爹 開始挖起石頭雙TC 資源很充足 哇 3TC履下了 那這裡 待會可以直接樹地王 轉長弓 後有挖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波交戰之後 其實是MBL的經濟 還是領先的哦 但是不列爹這邊經濟資源 已經囤到了 可以升帝王時代 這波帝王囤下去 誒是不是少 啊沒事 工程器製造手有補 好帝王時代還沒有補 這邊時代猶豫要不要補帝王嗎 這頭弓兵想要爭取一些時間 好最後還是補了帝王時代 好MBL的戰毛兵 稍微往前偵查一下 結果直接遇到了駝石車 吃了一發還有一隻騎士 我們這頭兵一直在 讓MBL不敢掉的星星 直接往前 戰毛兵守在家裡 好騎士的數量越來越少了 好戰毛兵不管直接硬點這些工兵 不然這些工兵要點光自己的村民了 後面騎士中午用戰毛兵解掉 好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殺他生人 這位兵點下帝王時代 兩邊經濟看起來差不多 就差了一千資源左右而已 兩邊都是87村 現在Balance要來轉長弓嗎 城堡蓋好沒有動靜 轉長弓 繼續走奴兵路線 好貨車拍了一下 你拍到 可以拍 現在Balance比較常見的打法 是生地王之後轉中頭 中頭配長弓 還有這個騎士或槍兵 如果沒有配騎士的話就是配槍兵 或是配肉嘛 對他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配騎士應該沒有太大的優勢 可能會直接轉一個長弓 或是強奴 配頭車 然後配槍兵的路線 槍兵可以防弱 所以MBL 他拉死就是找清潔壁路線了 好來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OK 現在城堡這根能蓋好 後面的防守問題不大 問題是現在這個情況 對NBA來說是有點難做的 長弓兵到了後期 射程很遠 就算不是長弓 弩兵的射程也會有11點的射程 現在就已經10點了 待會再點一下這個義勇騎兵 銀罐技術 就可以讓射程再多加一點了 11點射程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現在薩拉森沒有辦法很好地反擊回去 現在只能先開農一下 讓自己經濟更好一些 這場比賽兩邊都沒有足夠的機會去撿聖物 修道院都會補得比較慢一點 而且也沒有轉聖女的必要 因為都是弓兵胎 弓兵用聖女去擋 有點不切實際 喔 布蘭斯居然真的走騎兵路線 甚至連縱裝騎士都點下了 哇靠 布蘭斯這個有點逆向操作啊 居然完全不害怕MVL的170滴血的駱駝啊 哇這個射程真的好遠 好這盲兵拉過來 好 布蘭斯馬拉卡也補下 兩邊打的偏銅 遊戲來到41分鐘 並沒有大規模的工程 只有布蘭斯一方面的一直燒了 這兩根堡防守的範圍有點短 在MVL進攻方向就只能從下面 跟上面這邊進攻了 防守的範圍就會稍微小一些了 好這邊直接點下三騎馬卡 凍莊騎士出關 來抓這些戰毛兵了 你現在戰毛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就讓你鑽這個洞吧 不過我強奴要來往前 開始給你壓力 MVL看到大量凍莊騎士 果斷轉出了駱駝 那如果轉駱駝出來的話 就意味著工兵就有射程優勢 可以進行Poke自己的洛駝 那MVL最好的打法 可能還是要轉頭車或是火炮 火炮又很容易被奴兵們給點回去 所以要轉戰毛配洛駝 可能是比較經濟實惠的打法 好但是沒有火炮的話巨頭又無法解 Balance重點下了自己的義勇騎兵 射程來到了11點的傷害 射程 好右邊偷補了一根城堡 但是直接撞在Balance的城堡臉上 MVL這根城堡可能會出大事喔 達里都快要BBQ了 但是卻沒有辦法擋住對方 結果洛駝直接大量放出來 這一波是什麼 釣虎離散之際嗎 這個馬隊友可能要低調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選擇低調 但是法蘇德兵直接過來做個爆炒 哇靠 這是什麼 天降騎兵啊 我們再來看一次這一波天降騎兵喔 好Balance在這邊 駱駝五個馬就都放在這裡 直接一次放出來 哇哈哈哈 Balance的重傷騎士直接撞在駱駝的臉上 那槍頭部分呢 一直被這些戰狼兵給擊殺 所以槍龍也沒有一個很好的輸出環境 直接被MVL的天降落駝騎兵戰術給吃光了 原來這是一個埋伏啊 當時中了一個埋伏 太大意了 沒有躲 閃不了 這個空降駱駝策略 做得非常好 OK 那現在Balance的大部隊直接被秒殺 果然走重傷騎士 看不起對方駱駝 果然會吃大虧的 好 那現在黃金其實沒那麼多了 還要繼續走騎士嗎 還是轉肉馬就好 我覺得還是走肉馬路線就好 肉馬可以有效反制戰毛兵 駱駝還是靠長弓 跟弩兵來解決就好 好 這邊開始要走完長弓了 城堡 數量保持的蠻好的 算是沒有太大問題 上方的城堡MBL 開始反擊回去了 好 當然越拖越後期 如果Balance沒有黃金的話 MBL可能就會有優勢 畢竟薩拉森的買賣 可以獲取更多的黃金 而且買東西也更便宜一些 大拉斯點下了三弓 所以我打算要轉槍兵 去防駱駝 我使用肉馬 繼續想要解這一個巨頭 但有機會解掉嗎 他有村民在修理 他一招 沒有辦法 哇 被修了回來 MBL喔 這一波 打得不錯 大拉森 這裡轉出生鋁科技 這時候 轉印刷技術 不確定欸 這裡用生鋁是一件好事嗎 還點下來伊斯蘭醫院 範圍補血是可以 但是印刷技術 要來一招 長弓嗎 招肉馬 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而且肉馬可以反制生鋁 這一波有點微妙 好 駱駝直接上去 硬起長弓 我們炸毛兵 有點慢慢跟上 後面的大龍 肉馬們一直在抓掉 這些巨頭 巨頭只有只剩那一台 活了下來 但是兩台巨頭還是被換掉 我們駱駝沒有辦法 很好的反擊這些強盟回去 畢竟後面還有城堡在輸出 感覺Balance 這裡的派兵組成 對沙拉生人 有點難打 沙拉生人現在 要轉出生鋁來打的話 也不是很好 畢竟 生鋁沒有辦法去招 對方的火炮 因為Balance的狐獵典人 沒有火炮這個東西喔 OK 現在長弓數量 來到了28隻 NBL 炸毛兵數量 還有25隻 現在保留數量 都可以讓自己 不會陷於被秒殺的地步 但是現在這個石頭 跟黃金一直拿不回來 打久了 可能還是很劣勢 重點是這個黃金的位置 也是相當的差勁喔 唉 大家趕快找個機會 把這裡給守住才行 但是上方壓力一直有在給 而且長弓優勢越來越明顯 一直用長弓去換對方駱駝 非常的像 長弓數量來到37隻 好 正面駱駝 打了洛瑪回去 好 長弓兵稍微往回拉一下 22隻的長弓 好 現在上下兩邊都在開罩 我們把地圖拉遠一點 才能看到兩邊的戰場即時變化 好 上方有一些駱駝 他就往前衝 但是應該是沒空好 所以要趕快往後拉走 下方駱駝數量比較多 上方駱駝比較少 現在正面沒有任何工程器 兩邊都沒有輕易出工程器 想要進攻 本來是想要先出一些部隊 先進行poke 先掃對方的部隊 當然必須了想要把正面的位置先守起來 下了一些馬就 上方先 正毛兵開一隻板擊洛瑪回去 這些洛瑪被駱駝也被吃光 現在MBL開始轉洛瑪 黃金有點太夠了 先轉個大洛瑪 以備不時秩序 不然待會斷金之後 沒有騎兵不可停手 好 結果這邊囤了四台巨頭 要來直接硬拆了 MBL這邊準備得非常恰當 就是這一波了 好 結果這一波十八隻洛瑪 從右邊想要偷偷進去 這裡補了一個箭塔 兩邊對打 好 四台巨頭不管 我就是要攻城 看一下這一波 直接把駱駝往前拉 要拉駱駝在後面防守 駱駝直接上前 大毛兵往前走 想要去抓長弓兵 這一個城堡應該可以拿下 但是Balance後方的弱馬 已經在砍MBL出名 出名處開始有在下降 四台巨型投資機 最後還是攻城成功 Balance這一波的長攻 只能選擇往後撤退 但是這些弱馬 已經做到了非常好的騷擾效果 而MBL這邊有即時收穫的關係 出名損失並沒有非常多 現在轉出弱馬 也可以即時反擊回去 看來這一波MBL防守得還不錯 但是不會有問題 反倒是Balance 這邊再見起了 管理長城 反而是自己要開始專心防守了 剛剛MBL進攻的一方 但是現在卻要被防守 感覺是發現自己有點太有優勢了 畢竟黃金已經歸零 接下來就是薩拉森的買賣主場 等一下能夠買賣薩拉森人 就可以換到更多的黃金 有更多的黃金 魔獵天人就會很難受 好現在Balance在 黃金歸零之前 點下了戰狼號 讓自己擁有一個比較好的 反擊能力 不然待會巨頭出來 沒有戰狼號 確實會很難打 畢竟自己沒有火套 好反擊對方的巨頭 現在只能用戰狼號反擊了 或者是用漏馬 或者是漏馬 對方會有落朵 又不是那麼的好打 好現在Balance還是轉出了 護兵的鎧甲 現在還是有意要轉一些槍兵了 好 場攻直接首點 點掉巨頭 最後用大量漏馬 換掉了MBL4台的 巨型抽屍機 MBL有600黃金 也轉出了大漏馬升級 然後我們就進入了 墜金期 但是現在還有黃金優勢的還是MBL 這些黃金還在這裡開發 但是布列典現在只剩下這個窄口 可以衝進去 所有兩邊都已經圍好了 讓MBL沒有BD的可能性 好大漏馬繼續往前 直接要控制這顆黃金 長空這邊傷害非常高 沒有辦法 大漏馬雖然只能打 但是打不回去 沒有弱鎚沒有戰毛兵 後面的攻兵就解不了 後面的攻兵就解不了 MBL現在到處找火當中 好大漏選擇了轉出了火槍 我怎麼覺得轉火槍 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火槍基本上是打不太到長攻的喔 一個是不小心按到的 好大漏馬斯點下了盾裝長槍兵 要是讓布列典的槍兵成型之後 就不是那麼的好打了 好這一坨黃金被控住 布拉斯可以拉一些村民過來挖黃金 想挖多少是多少 好現在布拉斯的人口來到了114 MBL是109 等滿200人口 現在軍事單位來到了7.7K啊 非常高價值的 非常高價值的 單位 好 那現在拉上這5.5 他2000多資源的軍隊 能夠有辦法逆轉啊 哇這邊有些娃木頭聰明 開始被場攻射到有點難受 好 布拉斯轉出了3台巨頭 大槍兵也補下 透過買賣 還是轉到了一些黃金 MBL現在也是極為全新的狀態 這個黃金要是挖完了 就沒黃金了 好現在3台巨型頭聰明 正在攻城 有可能下一次交戰 就是最後一波了 兩邊的黃金都來到極限 哇這個洛瑪水量是怎樣 48隻洛瑪 好 但是沒有大洛瑪的關係 也沒有什麼品種 血量只有60db 血 其實蠻不弱的 大洛瑪只剩有95db OK 長攻這裡的重點 是要先趕快把 對方的弱頭給點掉 最好是往後拉打一下 然後那個戰毛兵 會一直往後 打到長攻 長攻水量一邊少 就很難受 但這時候即使 該鞋跟城堡 讓主戰場後方有城堡的輸出 哇這裡洛瑪還是成功突破洛瑪的防線 正面的巨頭 開始砸後方的戰毛兵 戰毛兵要趕快撤 然後就躲掉了第二發的巨頭的傷害 但長攻的數量還是保持得很好 還有四隻左右的數量 對方開始有點難受 NBL現在只能轉洛瑪 戰毛兵 有點難受了 完蛋 現在只能用洛瑪配戰毛兵 這個防守組合 是很難打的 以擁有長攻跟巨型投石技的搭配的 NBL還有一些防金 要轉火炮嗎 反而轉火炮 又要被長攻給反擊回去 也是很難受 13過後 NBL的火力已經 來到了極限 衝速只剩下127隻 但巴拿斯的衝速更少 我怎麼感覺他是故意的 故意讓自己的村民少一些 這樣軍事就更強 這波羅馬出來騷擾 帶你防守 這還是NBL的國土保衛戰 靠自己的領土 能不能順利守住呢 但是這麼多槍兵過來 45隻槍兵 最後捕獵點 終究還是要走回槍兵配工兵的路線 哇這手槍兵過來 超無懸念 沒救了 沒救了 哇到處亂戳 NBL的臭命只能到處逃串 一直直接要擠掉這些槍兵也不是那麼容易 哇臭命死的死 慘的慘 流防大羅馬 再次深入追擊 現在的戰狼兵 有辦法出去了嗎 欸槍兵怎麼拉走了 這感覺有刻意拉走 好 只要來等第二波羅馬過來防守 航空是在正面 讓巨頭出去進攻當中 現在只要把上面的龍鐵拿下 應該就死拿久穩 那SANBL沒有放棄 又拉力拖大羅馬過來 你正面巨頭就是防守的空洞 防守弱點 被NBL抓到 上方的槍兵也被城堡 跟上方打到頭破血流 BALANCE這一波有點危險 但最後還是守住了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BALANCE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長弓出了72隻 長弓最後有搭配 感覺長弓雖然還是主力沒錯 但是更多的是需要靠肉馬跟槍兵去 防守自己的長弓兵才行 所以BALANCE現在打法還是比較偏向 靠其他單位去守住正面之後 才有機會轉長弓的路線 我們先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就是有BALANCE拿下所有的支援勝利 什麼都贏 SANBLANCE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但BALANCE這邊其實也是 只有前面的肉吃民養比較快而已 後面的經濟應該是跟SANBLANCE差不多的 關鍵的部分 應該還是在於中間這塊金 NBL沒有辦法拿下 如果可以拿下的話 NBL可能還是可以反擊回去的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也是BALANCE即時轉出肉馬的關係 可以把那四台巨型投擲機可以拿下 要是那四台巨型投擲機 沒拿下的話 NBL說不定還可以繼續攻城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 呢 我們下期再見 沒有 我們下期再見 月